这期继续讲黑车司机20篇 县城不大 很像是北方的一个小镇 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 也让顾依依逛得兴致勃勃 莫小于看得出 顾依依很喜欢城里人的生活 对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和羡慕 此时她才明白 为什么顾依依费尽心机 想要让她把她带走 抛开顾依依对她是不是真的喜欢 对于这样一个青春少女 追求自己的将来 即便是用点手段 莫小于此时倒是觉得 也是可以原谅的 就像是每一个农村的孩子 都想鲤鱼跳农门 他们没有关系 没有钱 唯一的途径 可能就是相对公平的高考了 可是有些孩子 连高考的机会都没有 可能在小学甚至是初中 就注定一辈子待在山里了 你很想成为一个城里人 虽然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顾依依不好意思 再挽着莫小于的胳膊 因为她怕被人看到 尤其是自己寨子里的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男人是姐姐的 不属于自己 做梦都想 顾依依毫不犹豫地说道 可是 山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你就不留恋吗 留恋对我来说 是一个奢侈的词语 你能产生留恋的想法 那你至少可以安身立命了 但是我们不能 我们没有时间留恋 我们要一直往前奔 我在想方设法离开这里 我姐姐肯定也在想方设法 留在城里 对我来说 还远没有到留恋的时候 顾依依笑笑说道 这话让莫小于震惊 她不知道顾依依是有感而发 还是这本 就是她的心思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在开黑车的时候 自己有时间想这些事吗 那个时候 可能想的最多的就是 如何赚更多的钱 每天少赚一点 都能让自己胆战心惊 然后再为明天的生计担心 在靠近学校的新华书店里 买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又带着顾依依 在县城里到处逛了逛 让她对于顾依依生活的地方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阿哥 唐州比这里要大多少倍 五倍 还是十倍 顾依依天真的问道 可能几百倍吧 我也不是很清楚 莫小于说的是实话 即便是自己是黑车司机 但是也不敢保证 走过唐州的每一个地方 哇 那么大 那 你和我姐姐 是不是时常出去逛街 顾依依拖着腮帮 看着莫小于 玩味地问道 有时候吧 莫小于尴尬地笑笑 说道 是关顾可可的问题 好像渐渐成了两个人 都不愿提到的话题 所以 渐渐地 谁也不再提起 第二天一大早 莫小于背着话剧 和顾依依 一起去了她家的茶园 莫小于再次寻找 昨天的那种感觉 因为秋柴一般采了自己喝 所以茶园里 并不没有很多人在劳作 这样的景象 更加地适合绘画的布局 人太多了 容易干扰到整体的布局 鲜艳的苗女服饰 和独具特色的纯饮头饰 顾依依背着竹篓 站在茶树边 伸手去采摘 新长出来的尖尖的嫩芽 而此时 山中最后一丝宝物 还在挣扎 缭绕与山间 莫小于看着这一切 调好的颜料 一点一滴地刷在画布上 顾依依还真是个好模特 在这两个小时里 只是休息了一次 其他的时间都是一个姿势 让莫小于绘画 等到所有全部收官时 顾依依像是一只小兔子 似的几下 就蹦到了莫小于的画布后面 当看到自己在画中时 不由地捂住了嘴巴 因为虽然看起来很远 但是自己在茶树前 专注地看着茶树上嫩嫩的叶片 那专注的情形 连他自己都感到激动 画得真好 阿哥 你就是学画画的吗 顾依依问道 对 我的专业就是画画 这幅画 我打算拿去参加全国的大赛 不知道能不能获奖 要是能获奖的话 你这个彩茶女就出名了 莫小于笑道 哦 听到莫小于要拿这幅去参加比赛 顾依依的情绪明显的低落了很多 莫小于也发现了 不由问道 你怎么了 阿哥 这幅画可不可以留给我 不要拿去比赛 顾依依抬头看着莫小于 问道 你想要一幅画 莫小于问道 嗯 我很喜欢 那好 我再为你画一幅 单独属于你自己的画 你可以珍藏一辈子 当你老了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来看看 但是记住哦 你一定要自己留着 千万不要给其他人看 莫小于说道 顾依依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 莫小于朝着周围看了看 此时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了 山上山下 方圆几里地都没人了 于是揽过顾依依的肩膀 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 顾依依还没听完 就羞得抬不起头来了 阿哥 你太坏了 怎么可以那样吗 顾依依低头小声说道 你画不画吧 我告诉你 平时找我画这种画的人多了去了 都得排队呢 这里风景这么好 留个纪念 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里 莫小于说道 顾依依也看了看周围 发现确实没有人在山上了 这才犹豫着走向了原来站着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 却是慢慢脱下身上的衣服 直到一丝不挂 然后再背起竹篓 摆着和之前一样的姿势 顾依依脸色飞红 头上的银饰叶子 在不停地互相撞击 像极了她此时的心情 虽然和阿哥有了男女之事 但是大白天在自己家的茶园里 当着阿哥的模特 这让顾依依的心里 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禁忌情感 莫小于倒是没时间多考虑 因为中午的时间很短 可能很快就有人上山劳作了 所以要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完成这幅画作 终于 在莫小于灰汗如雨 韵笔如飞之下 提前完成了这幅画 不但是跑过来的顾依依 就连莫小于自己都看呆了 如果可以 我倒是宁愿拿这幅画去参展 莫小于惊叹道 不要 我不要那样 顾依依一听莫小于这么说 吓了一大跳 赶紧挽着莫小于的胳膊撒娇 青山绿水间 茶树是绿的 但是在这绿树丛中 一个妙龄少女背着竹篓 神情专注地寻找着每一棵嫩嫩的茶叶 但是莫小于相信 每个人看到的绝对不是茶树 而是如天使般纯洁的女孩 顾依依 带着顾家爸妈的千叮宁万嘱咐 莫小于开车带上顾依依上路了 直奔唐州而来 阿哥 我到唐州后住哪里 住你家吗 顾依依问道 反正不会让你露宿街头就是了 不过城里和山里可不一样 凡事多长得心眼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事情 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多问问你姐 或者是我 都可以 明白吗 我知道 到了唐州 你会不会很忙 顾依依又问道 当然会很忙了 所以 你要尽快学会怎么吃饭 怎么上学 反正很多事都是要现学的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莫小于说道 一席话说得顾依依有点泄气了 但是随即想到 这是自己选的路 自己本来可以在大山里慢慢长大 然后慢慢老去 但是自己不甘心 所以一路北上 奔着自己选的路而来 阿哥 我后面的包里带了很多苗药 都是给你的 但是我怕你不知道怎么吃 有些草药都是需要现熬的 所以 你要经常来看我 不然的话 古王很可能会镇不住 到时候发作起来 要比殉情古还要厉害 顾依依说道 可是我现在感觉不到呢 莫小于说道 那是因为 他在积蓄力量 等待着下一次月圆之夜 再次进行禅退 顾依依说道 莫小于点点头 暂时没有危险就好 莫小于开车到了唐州 直接将顾依依送到了 他让顾可可在唐州一中附近租住的房子里 当然了 这一切顾依依并不知道 当莫小于按照顾可可给的地址敲开门时 顾可可看到了门外兴高采烈的妹妹 和自己朝思夜想的莫小于 可是看到妹妹的样子 顾可可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眼睛里不禁一片黯然 但是事已至此 自己还能再说什么呢 姐姐 你怎么在这里 顾依依惊奇道 我来帮你收拾一下房子 这套房子是莫小于为你租下的 这个小区的隔壁就是学校 你上下学都很方便 中午也可以回来休息一下 顾可可拉着妹妹的手 无论有再多的心结 也要藏在心里 至少不能在莫小于面前丢脸 这是顾可可来之前告诫了自己无数次的话 可可 依依 那你们先收拾一下吧 我回去一趟 有些事需要赶快处理 莫小于说道 大哥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顾依依走过来 拉住了莫小于的衣襟 这在顾可可面前 让莫小于感觉很尴尬 我还会来看你的 对了 让你姐姐带你到处玩玩 熟悉一下环境 免得跑丢了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莫小于笑道 将顾依依地行李搬上来 然后开车直奔博物馆 文玉山正在工作室修复文物 莫小于推门而入 吓得文玉山一哆嗦 差点将一件瓷器碰到了地上 见识莫小于 不由地骂道 你这个混小子 不会敲门啊 吓我一跳 这瓶子要是掉地上 老子就别想退休了 呵呵 干爹 我说了 我养你 我这次出去带回来一件好东西 您给看看 莫小于说道 说完 将用衣服层层包裹的骨剑解开 双手递给了文玉山 开始时 文玉山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但是到了后来 一看是一把骨剑 这才重视起来 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上 占据了很长的时间 直到铁器的大规模适应 铜器时代才慢慢衰落 可是作为钱币的主要材料 时间更长 这里好像是字 文玉山说道 莫小于虽然把它从古墓里带出来 但是却并没有注意到 这上面的秀迹斑斑的字体 文玉山拿起自己的工具 在古墓秀迹最厉害的地方进行清理 莫小于看到文玉山如此慎重和期待 自己也不好现在就走 于是站在他的旁边 看着文玉山一点点清理出了剑柄上筑成的字迹 这是什么字 好像不是汉字啊 莫小于说道 其实莫小于也看出来了 这些字体和自己记录的那些铜简上的字体一样的 基本都是以图案为主 但是像极了甲骨文 这东西你在哪里找到的 文玉山问道 对于文玉山 莫小于没有任何的保留 于是把整件事情都说了一遍 莫小于说这些事实 文玉山惊讶得目瞪口呆 他甚至以为这是莫小于在胡扯 但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怎么会扯得这么圆满 当然了 关于古独和顾依依之间的是没说 他还是有些隐瞒的 也是怕老爷子担心他 这样的字体至少在秦之前就有了 秦之后开始统一文字 不可能在箭上在铸造这样的字体 可以肯定的是 那里肯定是某个少数民族的王 或者是贵族的陵墓 按照墓地开凿的位置 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古墓 战国秦汉 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墓造 肯定是要看看 光国里装的是谁了 至少应该有信物吧 文玉山说道 那国内有没有会这种字体的人 莫小于问道 有 不过不在这里 而在北京古文字研究所 他们那里是目前国内研究古文字的权威机构 甲古文也是他们那里认识的最多 文玉山说道 这样一来 莫小于有点泄气 搞了半天文玉山也不认识 自己也没必要把些铜简上记录的字拿给他看了 还是自己研究一下比较靠谱 莫小于去饥渴新家里 把东西都卸了 然后拿着画去找龙又轩 估计报名也快到了截止日期了 你这学上的 倒是挺自在啊 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你的影子 你这是又到哪里去潇洒了 看到莫小于进来 龙又轩讽刺道 哎哟 我的亲师姐 我哪敢去到处乱跑啊 这不是老师吩咐了我事 你说 我能说不去吗 我敢吗 莫小于叫区道 行了 行了 你就不要编了 我告诉你 我上午还见老师了呢 我问他你去哪了 他说他不知道 龙又轩一下子把莫小于给揭穿了 莫小于的脸皮 现在不是一般的厚 笑笑 靠近了龙又轩 吓得龙又轩直往后撤 但是椅子就在那里 后面是墙 他还能撤哪去 好好 有话就说 靠那么近干什么 龙又轩双手做一个向外推的姿势 防备莫小于再一次靠近 谁还没点私事 老师也是啊 所以 有些事我不方便告诉你 莫小于非常神秘地说道 切 胡说八道吧 龙又轩显然是信了 但是嘴上却不饶人 行了 不胡扯了 这是我的作品 你帮我送去参加画展比赛吧 莫小于把自己的画拿给了龙又轩 对于莫小于的话 龙又轩很是期待 因为自从在没文化的饭馆里看到了他的字 就在想 既然狼尖白如此推崇莫小于 而且字也不错 但是画工究竟怎么样呢 莫小于坐在龙又轩的对面 看着他将自己的画徐徐打开 和自己预想得差不多 龙又轩虽然一直在控制 但是 人看到某种东西时的第一表情是很难伪装的 师姐 我这画怎么样 莫小于问道 莫小于 你算是让我见识了你的本事了 说实话 我之前一直以为你这个人很狂 而且狂得有点离谱 但是我今天才知道 有些人狂是因为他有狂的本钱 龙又轩对这幅画不吝赞美 对莫小于更是夸得心花怒放 那个 师姐 你还是说说不足吧 咱们不能搞个人崇拜啊 切 夸你几句就喘上了 我告诉你 画展比赛 一看画作 但是更多的还是背后的事 你知道啥呀 你知道 今年都是 谁当评委呀 你知道这些评委都是什么流派的呀 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 龙又轩白了莫小于一眼说道 啊 这么麻烦 那怎么办 我还得去请客送礼 莫小于问道 白搭 这是你不够格 你还是求求老师吧 他好歹也是书画协会的理事 这是他有发言权 那些评委 好歹也得给他几分面子吧 龙又轩给莫小于支招道 哦 这是啊 我得想想 莫小于心想 让郎坚白出面是可以 但是自己又要欠他一个人情了 这是你的事 你别不上心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没有名气 你画得再好也是白大 艺术品这东西都是炒上去的 你没名 怎么炒 有什么可炒的呢 但是如果你得个大奖 那就有的炒了 再说了 趁着老师还没退休 赶紧的让他帮你跑一跑 等他退了休 谁还拿他当回事 别看只是个小小的协会 道道多着呢 龙又轩说道 既然你这么门清 那你帮我跑跑呗 莫小于笑道 我帮你 凭什么 我能有什么好处 龙又轩白了莫小于一眼 问道 呵呵 师姐 你想要什么好处都行 以身相许都没问题 莫小于认真的说道 你给我滚一边去 对了 你待会回宿舍吗 龙又轩笑骂一句 问道 嗯 待会回去看看 好久没去宿舍了 也不知道文家昌把宿舍拆了没 那好 帮我把这东西给文家昌退回去 小小年纪不学好 龙又轩起身打开了柜子 拿出来几个包装很漂亮的礼盒 这是什么东西 莫小于明明认识字 看得明白这是韩国进口的美容护肤品 但是旧时装作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给它拿回去吧 龙又轩淡淡地说道 这小子 行啊 师姐 你们不会有什么事吧 文家昌是不是在追求你 莫小于非常恶趣味地说道 信不信我拿针线把你的嘴缝上 龙又轩一听莫小于这么说 立马火了 莫小于一看 龙又轩真是有点生气了 于是抬手轻轻地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笑笑说道 我说着玩呢 借他一个胆子 我都不敢他能敢 滚一边去 话留下 你滚吧 龙又轩白了莫小于一眼 开始收拾他的办公桌 再也不理会莫小于了 莫小于自讨没趣 提起那两个盒子 灰溜溜地离开了龙又轩的办公室 但是莫小于刚走 龙又轩又迫不及待地 拿出莫小于的那幅画 看着画的布局 以及那个娇艳欲滴的彩茶 小姑娘 这个小女还是谁呢 看着有点面熟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龙又轩喃喃自语道 不过 龙又轩不得不承认 莫小于的却是个天才 但是这个天才是狼尖白发现的 而且龙又轩敢肯定 如果狼尖白肯帮助莫小于 这小子很快就会在国内的画坛 展露头角 甚至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超越常人的才华 放荡不羁的性格 很容易就会让她的身边围满了女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最受女人喜欢 想到这里 龙又轩发现自己想多了 他有再多的女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所以自己还是不要闲吃萝卜蛋操心了 而且从小到大 什么样的男人自己看上过眼 莫小于提着东西进了宿舍 发现文家昌这小子正在电脑上看毛片呢 听到门响 手忙脚乱地去关 但是一看是莫小于 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靠 你这家伙 看毛片也不关门 你想死啊 莫小于笑道 靠 我这是学习 又不是实践 关门干啥 咦 你这东西哪来的 文家昌一眼就看到了莫小于手里提的东西 问道 龙又轩退你的 你想干嘛 追他呀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追他的人最后的归宿都是医院 莫小于说道 屁 你借我个胆子 还不是学生会副主席吗 还没开始选举 其实都是那么回事 我想提前铺垫一下 退回来了 看来是没戏了 文家昌叹息道 不至于吧 学生会副主席就值这么点东西 莫小于问道 哪儿啊 里面还有两万块钱呢 文家昌说着 上前接过去箱子 打开一看 两搭钱都还在 我日 你可真舍得下本啊 是不是跟你爸学的 莫小于开玩笑道 一边去 对了 老于 你说是不是我放得太隐秘了 龙老师没发现啊 文家昌猜测道 嗯 我倒是觉得吧 可能正是 发现了这两万块钱 他才没敢收的 我说 你越界了 这里毕竟是学校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 莫小于说道 哎 你是神仙哥哥 整天不在学校里 你没听说吧 现在入党都得花五千了 我这可是学生会副主席 文家昌说道 一副看不起莫小于的表情 算了 我也不关心这些事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不过 我觉得你 还是不要送东西了 龙老师不是那样的人 而且 他什么都不缺 莫小于说道 废话 谁先钱扎手 那些被揪出来的 哪个不是几百万几千万 你说他们缺钱吗 靠 还不是照收不误 呵呵 那是人家的事 对了 这次落惊的是麻烦你了 我欠你一个人情 走吧 我请你吃饭 随便点 莫小于说道 真的 那好啊 你等会 我洗个澡 换一身衣服再说 对了 带个人行布 男人还是女人 莫小于一看 文家昌那淫荡的表情 就知道 这小子 肯定是搞伤女人了 嘿嘿 你见了就知道了 我先去洗澡了 文家昌 尖笑着端起盆子 去公共洗手间 冲凉去了 莫小于本想借这个机会 躺床上歇会呢 开了一天的车 实在是累得 一点力气都没了 哪知道自己刚刚躺下 狼尖白就打过电话来了 莫小于心想 自己去博物馆 是没看到狼尖白在馆里啊 怎么这一会就知道自己回来了 你在哪呢 狼尖白问道 老师啊 我在学校呢 有事 你赶紧去博物馆一趟 那是得抓紧了 万事俱备了 你既然回来了 你回来咱商量一下 狼尖白说道 那行 我就回去 莫小于答应道 看来今晚请不了文家昌吃饭了 这小子还去洗澡了呢 几分钟后 文家昌喜滋滋地回来了 但是就看到 莫小于要走的架势 不由地问道 你急什么 我得穿好衣服吧 嘿嘿 不用穿了 光着吧 我老师打电话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没办法 只能是改天请你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莫小于抱歉地说道 我靠 你放我鸽子 文家昌转着圈找东西 想打莫小于一顿时 这小子早就溜了 狼尖白说的那是 就是文征明画作的事情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临摹 这次是莫小于 自己要根据文征明的画风 进行自己创作 这个难度 一度让莫小于很心骄 但是他没有放弃 因为他明白 这是一个坎 如果自己能度过这个坎 那么以后的路 将会很宽很广 但是事不临头 莫小于就老是想着 再拖一拖 再拖一拖 可是拖来拖去 狼尖白就等不及了 回来 也不和我打个招呼 狼尖白说道 我这次出去写生 带回来一幅画 我师姐说 让我参加 今年全国的画展 老师 你认识那几个评委吧 能不能帮我说说话 莫小于趁这个机会 向狼尖白提出了要求 这没问题 过几天 你和我一起 去一趟北京 我们提前去白白码头 那好 那我就等老师 什么时候有空了 莫小于说道 嗯 目前你主要的精力 还是要放在那幅画上 其他人催得很急 这次是大工程 原本还有个找纸墨的程序 但是既然你 都有这些了 剩下就是画了 画完之后 你就不用管了 剩下的就是其他人的事了 编故事 出版画册 这都是很复杂 一直到最后卖给买主 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忙呢 但是你的画出不来 一切都没法启动 因为画作本身是启动这件事的敲门砖 郎尖白说道 那行吧 我这两天就赶出来 莫小于说道 很好 那我等你的消息 郎尖白说道 郎尖白走了之后 莫小于独自一人留在了地下室里 好几天没有喝酒了 打开箱子一看 这里又被郎尖白用酒堆满了 他知道 莫小于喜欢喝酒 而且创作时更是需要酒 所以毫不吝惜 一杯杯下肚后 莫小于歪坐在椅子上 沉沉睡去 但是觉得自己体内好像是有人在打架一般 而且 这架打得一边倒 这边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那边只有一只被打得半死的虫子 非但是如此 这虫子好像是有灵性一般 不停地求饶 这一场宿醉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 现在倒是精神抖擞 整个人充满了力量 拿过一张姬圣洁拿来的明带纸张 用镇纸拉平 倒水 研磨 调色 一气呵成 莫小于站在那里想了想 将自己见到的所有文征明的话全都挂在了墙上 当然了 是在自己的脑子里 莫小于每一次抬头都好像是在看墙一样 其实他的意念里 对面的墙上就是挂着一幅幅文征明的画作呢 文征明是明代的画家 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要想从其画作中捕捉到他的风格 这无疑是痴人说梦 每一个鉴定者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幅画 因为文征明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鉴定标准 这对鉴定者是一个挑战 对造假者也是个挑战 但是莫小于抓住的是文征明画作的精气神 有了这一点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会体会到其内涵 这样才是过关的保证 朗尖白问过保安 莫小于近来就没出去过 一天一夜都没出去 不会出什么事吧 朗尖白担心地去了地下室 但是到了地下室后 发现莫小于正抱着酒壶 嘴对嘴地喝酒呢 而且边喝边提起笔 在一幅剧作上描描点点 朗尖白没赶进去 直到莫小于将笔放下 这才敲门进去了 老师 我刚画完 你给看看哪里还有什么缺陷 或者是从历史上 怎么样 朗尖白眉说话 因为从看到这幅画第一眼起 要不是墨迹还没干 他自己都会认为这是文征明的真迹 因为虽然文征明的真迹鉴定 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资料显示 还是有一些规律流传开来 这在鉴定圈里也不是秘密 再加上之前请教过朗尖白 关于文征明画作的特点及注意事项 这幅画可谓是把目前文征明画作鉴定的理论 都照顾到了 这是针对鉴定派而设的局 另外一方面 莫小于主要是是模仿文征明的画风 这幅画的时间已燃到了文征明的老年 画风内敛 不张扬 甜淡自然 更加的圆润成熟 恰如此时的文征明本人 莫小于看到朗尖白久久不言语 心里虽然很自信 但是也有点没底了 无论怎么说 朗尖白都是这个行业的权威 如果他说不行 那么很多人也能看出来 这肯定就是一件废品 过了一会 朗尖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幅画 颓然坐在了莫小于刚刚坐过的椅子上 不禁老泪横流 这下让莫小于看不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老师 你没事吧 莫小于拿了一张纸巾 递给了朗尖白 问道 哎 自从我知道 我换出去的那些字画拿不回来后 我是一天好觉 都没有睡过啊 说句话不怕你笑话 我在办公室 听到街上的警车都害怕 我以为我这后半辈子 不是在监狱度过 就是在海外流浪了 小于 你知道吗 是你给了我希望了 狼尖白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道 老师 是都会过去的 你 这是什么意思 莫小于问道 小于 我还是那句话 你真的是个天才 我虽然自认为自己的功底 算是这个行业里顶尖的了 在这个行业里说话也有人听 但是外面挂的那些我临摹的话 和你画的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的 我很多书画界的朋友要来唐州 我都不敢接待他们 因为那些老家伙 能看出来挂的那些 到底是真还是假 都在一起混 谁不知道谁啊 狼尖白叹息道 那莫小于明白了 狼尖白还是要 莫小于把他临摹的那些字画 再临摹一遍 最好是用当时的纸张和墨迹 这一次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 保证狼尖白能安全退休 我知道 老师 这是你放心吧 只是当时 那个时代的纸张不好找 我托人再去寻摸 我先把当代的这些做好挂出去 先做有名气的 后做没名气的 这样好吧 莫小于问道 好 好 小于 我们也俩要相互信任 你做了这么多 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从这幅画开始 你跟我参与到这行里来 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我要是以后不干了 干不动了 你也会在这个行业里有立足之地 狼尖白郑重地说道 莫小于明白 狼尖白说的这个行业是什么意思 就是文物造假卖假一条龙服务 毫无疑问 以狼尖白的身份 在这个行业里肯定是决定性人物 但是他的作用主要是鉴定 不见得他会亲自去造假 但是现在狼尖白手里有了莫小于 这就等于是控制了货源了 这可是决定性的 明天你跟我出去一下 带着这幅画 对了 印章你也弄出来 但是不要加盖 我明天看看再盖 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狼尖白说道 这一夜 莫小于也没有出去 泡了几包自己买来的方便面 除了喝酒就是练习明证交给他的内功心法 然后做禅定 他发现 佛家的禅定可以使他安静下来 这个时候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但是到了第二天 狼尖白不知道被什么事给办住了 上班了也没来 所以莫小于只好在博物馆等他 但是无聊得很 于是就去了文玉山的工作室 今天有空了 文玉山见莫小于进来 问道 哎 干爹 你就不能歇一会 这些破玩意都是国家的 你要是想修 你一辈子都修不完 摆弄这些破玩意干嘛 莫小于不禁牢骚道 他是心疼文玉山这么累 你小子懂个屁 这些东西要是不及时修复 很可能这里丢一块 那里少一块 这些都是历史的证物 这些都是可以证明历史的 文玉山美好气地说道 知道历史又如何 莫小于说道 历史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也会成为历史 到某年某天 可能会在某件文物的介绍中写道 这件文物是文玉山修复的 但是它的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 我文玉山就可以名流青史 而你呢 你离我这么近 我们还在这里一起聊过天 但是谁知道你呢 文玉山得意地说道 呵呵呵 爱 你这老头 我是怕你累着 莫小于说道 你要是怕我累着 就过来帮帮我 像这件瓷器 我沾了一上午了 始终都觉得少点什么 但是少了的那一块在哪里 死活找不到了 少了那么一点 这件瓷器的表面就少了那么一块钥 这就是不完整的 如果是上拍卖会 价格至少会拉下来三分之一 这就是价值 文玉山拿起一只没抽完的半截烟屁股 想要点燃时 被莫小于伸手轻轻地从文玉山的手里拿了下来 莫小于看了看烟屁股 从烟屁股抽过的烟嘴处 刮下来一块豆粒大的青花钥 这就是文玉山找了一上午没找到的那一点消失的哟 哎 我说吧 老了 文玉山摇摇头 说道 莫小于笑笑 没说话 走进文玉山 坐在了他身边 文玉山边做瓷器修复 连带着瓷器鉴定 怎么烧制的 时代特征 所用的右面是什么材质的 包括是哪个窑口的 一一给墨小于讲解得清清楚楚 还要求莫小于回去写下来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莫小于在文玉山这里 一直学到了中午 依然是意犹未尽 他发现 文玉山懂得真多 爷俩关上门 先是聊着瓷器 然后天南海北地聊起来 包括盗墓 怎么发现大墓 怎么探底 用什么工具 什么样的墓值得下去 怎么发现铜路 怎么判断被盗过的墓 是否值得绿坑 一一讲给墨小于听 中午的时候 郎坚白终于回来了 叫上墨小于准备出去 文玉山也没拦着 毕竟这些东西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可以教完的 墨小于还是个学生 人家学的是绘画 肯跟自己学这些乱七八糟的 就不错了 老师 这是去哪 墨小于开车 郎坚白坐在后面 指挥着墨小于不停地拐弯 到了后来 墨小于发现上了高速了 看来这不是在唐州交易啊 我们去宋城 他们都在那里等着呢 去了之后 不要多说话 多看多听 这些人都是人静 学习一下他们的门道 这一行水很深 做的都是大局 像上次山西那个 没老板那样的活 都上不得台面 郎坚白已在后面闭上眼 边休息边和墨小于说着话 宋城市位于唐州西北方 大概不到一百公里 所以 车上高速 很快就到了 如果不是郎坚白介绍 墨小于还真是不知道 宋城除了是全国有名的旅游文化名城 其实 他还有一个文明全国的原因 那就是古董造假基地 而与郎坚白合作的那伙人 也在宋城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有事实过来 但是到了后来 干脆在宋城买了房子 常年住在宋城了 宋城在古董行里造假的地位 就像是北京在全国的地位一样 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 这里的东西 只要你给出模子来 就能给你造出来 而且从图纸一直到做酒 都是一条龙服务 开始的时候猛外国人 但是现在外国人也不好蒙了 所以只得提高自己的记忆 以求以假乱真 宋城最有名的地方 当然是古玩一条街 还有个专门的名字 瓦当街 这里店铺林立 全都是古董店 但是至于这里面有多少真的 就看你的眼力了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都知道 这里假古董很多 但是也不全都是假的 要是那样的话 谁还来这里逃呢 莫小鱼在郎间白的指挥下 把车开进了瓦当街后面的一条街 在一处小巷子前靠边停下了 这里进不去车 只能是步行进去 莫小鱼拿着画 跟在郎间白后面 发现这里的房子 看上去都是新建的 但是清一水的青砖绿瓦 看上去古朴气派 莫小鱼心想 自己回村也盖一处这样的院子 和地主家似的 郎间白走到了一户人家门前 按了按门铃 不一会 就有人来开门 见到是郎间白 客气地称其为郎老师 看来郎间白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那人看了看莫小鱼 见他拿着一个卷轴 就明白是跟着郎间白来送画的 但是这不合规矩 可是他却不敢吱声 而是向厅堂里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看去 那里的人才是当家的 能到这里来的人自然是没有闲人 可以说 这些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都是这条链条上的的一环 可谓是利益攸关 没用的人才容易出问题 而且 他们针对的 不是市场上的那些平民百姓 他们的局针对的都是商股巨富 或者是达官贵人 一旦出了问题 对方的报复可是够他们喝一壶的 所以这个组织很严密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能进这个院子的没有废物 更没有跑腿的 狼兄 你可是来晚了 我们都等了你一上午了 一个秃头模样的人站起来招呼道 我和你们不一样 无关一身轻 我还有公事 上午去市里开了个文化扶贫会议 耽误了 你说我一个博物馆怎么扶贫 把博物馆开到山区去 都是些屁事 各位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待会我做冬 请大家吃饭吧 狼尖白客气地拱拱手说道 狼兄 这位是 秃头看着狼尖白身后的墨小鱼 问狼尖白道 哦 忘了介绍了 这是我的关门弟子 墨小鱼 现在还是个学生 带他来见见世面 以后我要是有不方便的事 就让他跑跑腿 狼尖白说道 狼尖白既然这么说 秃头和其他三个人 虽然觉得这不合适 但是狼尖白的身份摆在那里呢 都不好意思说他 但是此时 从屋里走来一个人 拖着一把小巧的紫砂壶 似闲停信步 一缕美然都到了胸前了 但是人 却是精瘦精瘦的 看上去 就是一把骨头架子 绝也 绝也 众人见这个老头出来 都连忙起身打招呼 墨小鱼这时才明白 感情这里 是这个老头的家 这些坐在这里的人都是客人 当然了 也包括自己和狼尖白 绝也 狼尖白见到这老头 也是规规矩矩地打了招呼 但是却没有坐下 都在等着这位绝也先坐下 小白 你这么做不对 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没想着退休呢 你这是提前安排接班人了 绝也看了一眼墨小鱼 问道 绝也 你误会了 我可没说自己要退 这孩子吧 有点天分 我是带他来见见世面 说不定以后 对咱这是能起到点作用 再说了 在座的哪位不是大师级的人物 更不要说绝也您了 也是想请各位大师 点拨点拨他 狼尖白说道 墨小鱼心想 我靠 这老头是啥来利 居然叫狼尖白为小白 这不是以老卖老吗 狼尖白年纪也不小了 这老头有点过分了 狼尖白说完 现场居然冷场了 没人接下文 但是狼尖白依然坚持着 绝不先说话 而且也没有把这幅画 是墨小鱼画的这是说出来 因为这是他的王牌 不可能就这么简单地 卖给这些人 有天分 小白 你说你这个徒弟有天分 那好 那就让大家见识一下吧 不过在座的人都是挑剔的人 不然的话 我们放出去的东西 就容易出问题了 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 不要怪大家不给你面子 倒是把你的徒弟批得狗屁不适 这可是你自己找不自在 绝也慢悠悠地说道 然后端起紫砂壶 撅着嘴喝了一口茶 狼尖白笑笑 没说话 转身对刚刚开门的年轻人说道 笔墨指焰 既然是搞书画造价的 家里岂能缺了这些东西 不一会 笔墨指焰都背齐了 放到了葡萄架下的长桌上 小鱼 给这些长辈们写几幅启功大师的字吧 狼尖白说道 这句话信息量很多 第一 限定了范围 是字体 而不是画 第二 是启功的字体 不是别人的 所以 墨小鱼就只能是写启功大师的字 别的都不能碰 墨小鱼没说话 将怀里的画 递给了狼尖白 拿起长桌上的墨枝瓶子 拧开盖 倒进了艳态里一些 然后把毛笔全部粘在墨枝里几秒钟 确保全部尽头 这才把笔放在艳态上 拿起纸张铺在长桌上 提笔开始书写 毫无迟滞 一气呵成 而且还不只是一幅字 众人都看到了墨小鱼写着几幅字时的随性 但是也注意到了他写字时的速度快慢 带到这三幅字写完 众人起身再看 不由地面面相去 就连绝页也站起来 将手里的紫砂壶递给身边的人 凑上前去 从自己兜里 拿出一柄随身携带的放大镜 仔细观看起来 绝页看了半天 抬头看看目瞪口呆的几个人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肯定会认为这三幅字 是出自启功大师之手了 而且最为难得的是 这三幅字的年代 他们这些人 钻研自画几十年了 对于每个画家 在每个年代的画作风格 可谓是了然于凶 要不然怎么作为 怎么出去给人做鉴定 怎么把假的鉴定成真的 三幅字 八十年代一幅 九十年代一幅 二零零年之后的一幅 风格各异 毫无违和感 各位都是挑刺的行家 挑挑吧 绝页将放大镜 塞回自己的衣兜 然后接过自己的紫砂壶 喝了一口茶 说道 绝页 这怎么挑啊 您老先给大家说说吧 秃头也明白 这次没法挑毛病 如果真要是挑的话 那就是自己矫情了 凭良心说话 实在是挑不出什么来 再说了 挑不出来硬挑 那不是不给狼尖白面子吗 我说啊 我说 这只和莫不对 绝页开玩笑道 大家都知道 绝页这是开玩笑呢 所以都笑了起来 看莫小鱼的眼神 不是那么尖锐了 此时绝也指了指椅子 是以狼尖白坐下 小白 你我共是十几年了 看字画眼神独到 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看人的眼力 才是最厉害的 这个小伙子不错 好好培养 我看 接你的班不在话下 绝页微笑着说道 绝页抬举我了 我哪有什么眼力 只是觉得 这孩子有这个天分 所以就培养他一下 他原本是学理工科的 我觉得可惜了 找了找关系 让他去学书画了 狼尖白说的自然 完全没有一点羞丧的意思 还是那句话 假话说一百遍 连自己都信了 小伙子 你练起工的字 多少年了 绝页问道 五年了 墨小鱼张口说道 墨小鱼发现自己 又变坏了 明明自己练习书法 还不到半年 怎么跟着狼尖白 学得瞎话连篇 而且都不带打草稿的 张口就来 狼尖白看了墨小鱼一眼 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 五年的时间 就能摸到神韵这根线 不简单 小伙子 我这里你以后可以随时来 绝页微笑着说道 狼尖白一喜 见墨小鱼愣愣的样子 说道 你这个混小子 还不赶紧谢谢绝页 你以为绝页这里 谁都能来的吗 哦 谢谢老绝页 众人一听 墨小鱼叫 绝页为老绝页 都哈哈笑了起来 就连绝页自己 也不禁玩耳 你们笑什么 从这小子的称呼上 我就感觉到 我们确实是老了 再干下去 怕是干不动了 还是小白明白事理 开始培养接班人了 你们呀 也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绝页很认真地说道 众人连连点头 绝页说的这是事实 做他们这行的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 不可能正大光明的招徒弟 向狼尖白 尖着公差 招徒弟就很容易 但是向他们就难了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招个冤家来 好了 小白赶过来 是为了证实 拿来了吧 打开看看 你来之前 走了两波了 都不是很满意 破绽太多 很容易出事 我们既然要做 就得做个死局 绝页说道 虽然是作假 但是单凭他们 这些人想做成 也是不可能的事 他们不是全才 有的人是研究书画 但是本人并不擅长书画 想要做局时 就得请高手来画 然后买过来进行包装 负责讲故事的 开始编故事 负责造势的 就利用各种关系造势 然后出版画册 对画作各种推荐 当然了 等到最后 唯一的目的 还是将这幅画卖出去 所以 一幅画可能会运作很久 各方面的关系很多 但是最后买单的只是消费者 老师 我想去前面的瓦当街看看 不耽误你们谈试了吧 莫小鱼说道 嗯 也行 到时候我打电话联系你 狼尖白说道 莫小鱼又像其他几个人 包括那个老绝业告辞 离开了这个小院子 小白 这小伙子什么来历 你都清楚 绝业问道 身家清白 绝业放心吧 我不会拿自己的事开玩笑 考察过多次了 确实是有些本事 而且靠得住 狼尖白保证道 嗯 那就好 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了 初步的乱子了 万一有事 那就等着吃官司吧 绝业淡淡地说道 莫小鱼出了小巷子 转过一个街口 在路边店里 买了几个包子边吃边 向瓦当街走去 这里的人还挺多 天南海北的都有 而且各式各样的古董都有 也可以私人定制 你想要什么样的 都可以帮你造出来 这些年 古董收藏火热 所以也带动了这么一个产业 就是古董造假 而且非常的火爆 这一行考验的是你的眼力 买假了就是假了 可不像其他商品那样 受到严厉打击 保卖但是不保真 莫小鱼走进一家家具店 门口的牌匾上 写着是经营明清家具 看起来很古朴的一个店 进去之后 伙计正在打盹 莫小鱼就仔细观察起 这些明清家具来 在三十年之前 这些明清家具还不值钱 在北京的旧家具市场上 不过几十元 上百元就是大件了 但是 自从王世襄出了一本明世家具 研究开始 海内外对明世家具的收藏 开始升温 其实王世襄的书 只是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 它是把明世家具的美系统的展现给了世人 在此之前 家具就是家具 没有藏家对家具有多少研究 但是它是作为文化来研究的 素雅是明世家具的特点 许多家具通体不着一刀 以光速取胜 为的是表现木材的质感 而且从科学的角度分析 明世家具的结构仍然最为合理 比如一句 上半部与下半部 讲究一幕连坐 上下一体 这样的好处是 不会散掉 而案头之类的家具 无论是插尖笋 还是家头笋 都是越压越紧 俗称万年牢 墨小鱼买了房子 但是还没开始装修 她现在已经开始在寻摸家具了 如果家里能摆几件明世家具 这是一种享受 坐在上面 或者是浮案创作 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享受 来了 要点什么 随便看 后面还有 火鸡见墨小鱼进来 起来招呼道 哦 我随便看看 墨小鱼查看着这些明世家具 可以说 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可以看得出 都是伪作 先生 想要什么材质的 我们这里什么材质的都有 紫潭的 黄花梨 海南黄花梨 越南的 南木的 都有 火鸡一下子介绍了好多 呵呵 大哥 你看我是买得起黄花梨 南木的人吗 墨小鱼开玩笑道 那可不一定 到我们这里来的 有的是深藏不露的大款 而且 我们这里也定做明清家具 只要你有图纸或者是照片 我们都能给你做出来 火鸡很自信地说道 真的 做法都一样 墨小鱼问道 对 都是原资原味的明世家具 而且 我们都是从江这一带 请来的老手艺师傅 先生 你看这把圈仪 还没上漆呢 您看看 一个钉子都没有 全都是笋卯结构 越做越结实 火鸡指着一把圈仪 给墨小鱼介绍道 墨小鱼看了一圈 但是没看到自己想要东西 明知道是假的 自己 就没必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了 但是在后院 看到了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 但是让墨小鱼有了兴趣 这是一张明末清初 在江南地区非常流行的大床 叫拔布床 除非是大户人家 一般是用不起这样的大床的 当时是一项重要的财产 在金平梅上 就有关于拔布床的记载 西门庆取第三房梦浴楼的时候 没人对西门庆说 这个梦浴楼是个寡妇 手里有点钱 还有两张南京拔布床 可以看出 这两张拔布床 是梦浴楼的重要财产之一 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一说了 可能就和现在没人给你介绍时 说这是个寡妇 手里有点存款 还有两辆奔驰600一样的道理 而且在金平梅里 不止一次提到了拔布床 第九回里 西门庆花16两银子 买了一张黑漆欢门苗金床 但是潘金莲嫌不好 因为礼皮屋里 有一张更好的拔布床 所以潘金莲就和西门庆闹 于是西门庆花60两银子 买了一张罗电厂厅床 就是拔布床 60两银子买一张床 够奢侈的吧 这床也定座吗 墨小鱼问道 定座 但是时间可能会涨了点 不过 先生 您可看好了 这床太高了 您是别墅还是一般的楼房 别到时候安不上 伙计好心地提醒道 我那是别墅 应该可以安上 墨小鱼说道 这种拔布床安到房间里 如果挂上床蔓 那就是屋中之屋 而且还有床顶 私密性自不必提 而且前后都有各种俯首之类的 其实古代人的闺房之乐 一点都不逊于现代人 想想也是那么回事 古代人又不像现代人这么多的娱乐项目 所以 夫妻间那点事 还不得发挥到了极致 这要多少钱 墨小鱼问道 自己的钱不多了 刚刚那浮化的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自己报酬 所以 还得省着点花 那要看用什么材料了 这东西一看工艺 最主要的还是材质 黄花梨的肯定上千万了 但是一般的木头可就没那么贵了 伙计说道 上千万那是古董床 你这现做出来的也值上千万 开玩笑了 墨小鱼不屑地说道 这时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 手上还拿着斧子 吓了墨小鱼一跳 还以为进了黑店了呢 但是伙计随即介绍这是老板 而且这些明清家具 大部分都是出自这位老板自己之手 小哥是个懂行的人啊 想定家具 老板问道 嗯 我刚刚买了一套老师别墅 很喜欢名师家具 如果价钱合适 想定几件 墨小鱼说道 先生贵姓 老板将斧子放到一边 问道 免贵姓墨 墨小鱼 墨先生 这是我的名片 木茂财 一个木匠 墨老板笑笑说道 墨老板谦虚了 能做出这样家具的人 国内怕是也没多少人吧 墨小鱼说道 呵呵 不说这事了 墨先生想要什么材质的家具 真正的名师家具要吗 我说的是真的 木茂财问道 木茂财刚刚在屋里 听到了自己伙计和墨小鱼的对话 这小子买得起别墅 而且是奔着名师家具来的 肯定是有钱的主 名师家具 以其独特的超前一时 再次征服了现在的审美观 现在名师家具再次流行 就是个证明 很多有钱人 不管是否有文化 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布置的文化气息浓厚一点 而家里有几件名师家具 无疑是最好的装点 真货 墨小鱼反问道 嗯 真货 品相还算是可以 如果墨先生有兴趣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 就在后接我家里 墨老板说道 好啊 那就去看看 墨小鱼来了兴趣 买不买的 看看无所谓吧 墨老板的家里店果然不远 走着也就十分钟就到了 这里看上去就是个休息的地方 大部分还是兼着仓库 墨老板把墨小鱼引到了正房里 指着屋子里的家具说道 我说的都在这里了 您自己看 说实话 这些东西也不都是我的 有的是朋友放我这里的 您要是相中了哪件 我还得叫他来 不过都在送城 很方便 墨小鱼点点头 进到了房间里 墨老板陪着 墨小鱼一眼 就相中了一块家头损的平头案 墨小鱼看了看材质 发现还是黄花梨的 心里不禁探到 自己的钱不够 这张墨案是真的漂亮 案面是一块完整的板 没有任何的拼接 这种案板俗称一块玉 整块板就像是玉一样 看得人心里痒痒的厉害 但是墨小鱼明白 这张书案 价钱肯定不便宜 墨老板 这张书案什么价 墨小鱼问道 看不出墨先生还是个行价 我也不要高价了 这个案子 你给八十万 我可以送货上门 墨帽财说道 八十万 嗯 倒是不贵 但是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钱了 还能再便宜一点吗 没法再便宜了 无论是年代还是材质 这都是很抢手的 而且 这个案子不是我的 是我一个朋友的 这就是底价 墨帽财一分钱都不让 这个墨帽财不知道 是真的一分钱不能让还是死板 反正这张条案一分钱不让 墨小鱼买不起 也只能是作罢 但是他订了墨帽财做的拔布床 交了一万元的订金 余墨的 其他的墨财墨小鱼现在是买不起了 所以只好是退而求其次了 墨老板 那张条案能给我留多久 墨小鱼临走时问道 这可不好说 说不定你前脚走 后脚就有人来买 这真的没办法留 因为这东西不是我自己的 墨帽财说道 墨小鱼无奈 只能是压一下对这张条案的喜欢 买东西就是这样 遇到时没钱 但是当你有了钱 可能这东西不知道流转到哪里去了 墨小鱼还想在逛逛瓦当街时 郎坚白打来了电话 要回唐州了 无奈 墨小鱼只能是离开了 墨小鱼没有再回那个小院 因为此时 郎坚白已经在小巷口等着了 没看到郎坚白手里有东西 看来那幅画是留下了 墨小鱼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那幅画可以 上车后 墨小鱼问道 嗯 可以 都说没问题 现在就看怎么后期操作了 画出来了 这只是第一步 怎么唱好后面的戏 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郎坚白说道 那位爵爷什么来路 很厉害的样子 墨小鱼问道 他是我们的老板 也是这行里的老人了 见多识广 而且人脉极为丰富 不是大买卖 他是不出面的 这次主要是为了试水国际拍卖行 他才亲自操刀的 如果可以 下一步肯定是要进军国际市场了 郎坚白说道 中国的书画 外国人喜欢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油画吧 墨小鱼问道 除了一些投资者之外 还有就是博物馆 这些年中国强大了 有钱了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叫嚣着文物回流 所以国外的拍卖机构 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们开始在国内外 大肆收购中国古文物 然后主要是针对中国人拍卖 郎坚白说道 那我们这些 话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人手里 墨小鱼皱眉问道 不对 是中国有钱人手里 这些人有钱了 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那这些人的钱哪里来 还不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房地产商卖房子给老百姓 赚了钱 再去买艺术品投资 这个钱不赚白不赚 我们不赚 他们也会送给外国人 郎坚白目光坚毅地说道 开始时 墨小鱼觉得这很不地道 但是郎坚白这么一说 怎么感觉像是黑吃黑呀 过了一会 郎坚白见墨小鱼不说话 于是问道 你觉得绝业这个人怎么样 绝业 不知道 我才见过他这一次 看不好 不知道怎么评价 墨小鱼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他的话你听三分就可以了 多长得心眼 否则 你骨头渣子都胜不下 这个人心狠手辣 在这之前 我本打算换掉那些字画后 就不再从事这一行了 危险太大 国内的还算了 这次进军国际市场 如果一旦外国买家 知道这是假的 很可能会遭到追杀 你还是小心点好 郎坚白嘱咐墨小鱼道 这下墨小鱼又开始付费了 知道危险 你还把我往这行里带 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不过墨小鱼也明白 要是现在让他再回到过去开黑车的境遇 他是坚决不干的 人一旦尝到了甜头 即便是有危险 那也会自己劝自己 不会轮到自己头上的 墨小鱼现在就属于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思 那这幅画能卖多少钱 墨小鱼问道 不知道 拍卖行到底能拍多少这不一定 不过 你放心吧 不会少了你那一份的 郎坚白说道 墨小鱼不好再说什么了 郎坚白既然把自己都引到决业这里来了 自己再不信他也就没有理由了 回到唐州后 墨小鱼将郎坚白送回到博物馆后准备 把车送回到饥渴新的家里 但是接到了顾依依的电话 这丫头现在一个人待在顾可可给她租住的房子里呢 这就想起让墨小鱼过去 阿哥 你现在忙吗 顾依依小心地问道 还可以 怎么了 没事 我姐姐不在 就想你过来一下 嗯 我想看看你 顾依依羞涩地说道 墨小鱼岂能不知道顾依依的心思 这丫头刚刚和自己发生了男女关系 已经食髓之位了 知道了男人的好 所以 这才厚着脸皮 要墨小鱼过去找她 她在电话里这么一撒娇 墨小鱼也心动了 于是本来已经到了饥渴新小区门口了 但是一个紧急掉头又离开了 直接向唐州一中附近固一一的房子开去 红毛哥 这小子怎么回事 发现我们了 墨小鱼没有注意到 在小区门口不远处的一个树底下 停着一辆面包车 车里坐着的是红毛和另外几个人 都是雷鸣山的手下 雷鸣山在墨小鱼这里栽了两次 最后一次红毛还受了伤 还有一个兄弟的一只眼几乎都看不到东西了 基本就是残废了 所以 他们发誓一定要让墨小鱼付出代价 但是红毛这几个人受伤后一直都在住院 而雷鸣山在准备自己办公司 所以也没有正经找过墨小鱼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后 红毛等人都出院了 所以开车出来找墨小鱼 准备找个地方堵住他 但是一直都没有等到这家伙 这小子可谓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很难找到他的踪影 这次是看到墨小鱼开着饥渴新的车了 还愣着干什么 跟上去啊 红毛怒道 但是墨小鱼开的是饥渴新的Q气 一溜烟抢着黄灯过去了 红毛的车犹豫了一下 就被红灯堵住了 在追过去时 墨小鱼开的车早就没影了 墨小鱼将车停到了顾依依租住的楼下 看了看周围 一个人上去了 顾依依一直都坐在窗台上看着楼下 一看到墨小鱼来了 跳着去开门 他听着脚步声 墨小鱼还没叫门 他就拉开了门 一下子扑到了墨小鱼的怀抱里 双腿还住了墨小鱼的腰 像是一只树袋熊 掉在了墨小鱼身上 不肯下来 哎哎 这不是在山里 对面楼上有人看着呢 墨小鱼赶紧把这丫头给摘了下来 扔在沙发上 起身拉上了窗帘 墨小鱼在偷拍杨燕妮 所以对这些事很注意 被人拍到就不好了 你姐呢 墨小鱼问道 你希望她在这里 她在这里 你还敢来吗 顾依依撅着嘴问道 什么意思 那天你走了后 我姐没走 在这里和我说了很多 但是我听明白她 什么意思了 忠心一死就一个 让我离你远点 顾依依苦着脸说道 不会吧 她可能是想让你好好学习 毕竟你还得考大学 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吧 墨小鱼故作不知地说道 顾依依依看看墨小鱼 向她身边挪了挪 然后 挽住她的胳膊 问道 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大哥 我可是跟着你来的 你不会不管我吧 怎么会呢 你在这里 我肯定是要管的呀 不然怎么向你爸妈交代吗 墨小鱼言不由衷地说道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的 还有就是你身体里的骨王 我很怕她发作 到时候 我要是不在你身边 你怎么办 你知道那东西是无药可解的 顾依依说道 依依 我怎么听着 你的意思是 就这么跟着我了 恐怕不是因为骨王的原因吧 墨小鱼问道 顾依依睁大了眼睛 看着墨小鱼 羞涩地说道 阿哥 我是你的女人了 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着你 你是我的男人了 也是我唯一的男人 我这辈子都会跟着你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墨小鱼问道 合适 只要你觉得合适 我无所谓 顾依依坚定地说道 墨小鱼想说 他们不合适 但是这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 如果顾依依刚来几天 自己就这么无情 那么非但是伤了小姑娘的心 这样做的后果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关键这丫头太邪性了 但是墨小鱼以为 在这个大城市里 比自己好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少呢 顾依依依释才来的原因 所以还没有真正地 接触到外面的人而已 不说别的 单单学校里那些帅哥 就够他看的了 到时候不用自己赶 他都会自己离开 移情别恋 所以 这是不能急 要慢慢来 顾依依见墨小鱼不说话 以为他默认了 看着他的脸 渐渐地将自己的唇送了上去 墨小鱼这段时间 除了和这丫头夜夜声歌外 没有别的女人 事情一旦重复几次 就会成为习惯 这就是人的惯性 墨小鱼一伸手 轻轻地揽住顾依依的先腰 他立刻明白 下面该做什么 墨小鱼已在沙发上 闭着眼 享受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但是 就在墨小鱼和顾依依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门锁传来了要是转动的声音 墨小鱼一下子坐直了 而顾依依也是惊呆了 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来 墨小鱼赶紧跳起来 躲到了卫生间里 其实他不用躲 但是做了亏心事后 这是人的自然反应 所以当顾可可提着东西大包小包的进来后 发现了坐在客厅里手足无措的顾依依 脸色飞红 手脚都不知道这么放了 顾可可一看就知道有事 自己这个妹妹从小就有这个毛病 一遇到事总会先慌一阵 然后才能冷静下来 姐 你怎么回来了 顾依依问道 给你买点吃的用的 我不一定每天都来 钱省着点花 墨小鱼没多少钱 我们不能老是要她的钱 我想了 过几天我会去舞厅跳舞 现在流行钢管舞 我觉得我学学 应该可以的 顾可可说道 啊 哦 不用吧 顾依依尴尬地说道 这时 墨小鱼不小心在洗手间里弄出来 一点响声 顾可可看了一眼顾依依 伸手拉开了帘子 一眼看到了楼下的奥迪车 来时没注意 这么说 自己上来时 墨小鱼和妹妹就在房间里 而且进门时看到顾依依那样子 看来两个人肯定是有事 不然的话 妹妹怎么会那么慌张 顾依依紧张地看着姐姐 等待着她的爆发 无论如何 墨小鱼是姐姐的男朋友 这事是事实 但是却和自己有了那种关系 虽然在私底下和墨小鱼 在一起时顾依依显得很气势 但是在她姐姐面前 她还是感觉亏心的 可是顾可可并没有说话 而是嘱咐了几句后 借口学校有事 要回去一趟 晚上不回来了 顾依依送到门口 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到了门口了 顾可可回身对顾依依说道 你还在上学 凡事要小心些 让她给你买点药 完事后别忘了吃药 等出了事就晚了 顾可可说完话 连看都没看顾依依一眼 就下楼走了 自己这是在干什么事 明明知道墨小鱼就在房间里 但是自己却给他们腾出了地方 还嘱咐自己妹妹别忘了吃事后药 洗手间的门开了 墨小鱼走了出来 我靠 这叫什么事 自己本来还没做什么呢 这一藏 倒显得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这是要走吗 看到墨小鱼拿衣服 顾依依拦住她问道 我去送你姐姐 晚上我过来 好吧 她肯定知道我在这里了 刚刚怎么还说要去舞厅跳舞 那地方多乱啊 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 你不希望你姐姐出事吧 墨小鱼说道 顾依依虽然不舍得墨小鱼走 但是她说得没错 所以顾依依没理由拦着她 只好放她走了 对于顾依依来说 她只是个没有长大的少女 而且是陷入到热恋中的女孩 对她来说 墨小鱼24小时陪着她都不嫌多 但是她也明白 这里不是魏灵寨 自己不能任性 不出墨小鱼所料 从楼里出来后 顾可可真可谓是伤心欲绝 但是自己又能怎么办 自己本来就不同意妹妹来 就是担心她来了后 缠上墨小鱼 现在一切都应验了 可是这件事的源头 却是自己非得让墨小鱼 跟着自己去魏灵寨 这是自己自作自受 她能猜得到 自己去之前 这两个人在做什么 但是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这件事的编宝 我可以 doing 在这件事的编宝 有这件事的编宝